韓國瑜我觀察很久了 像是他如果講話很好笑 就把他真心支持 像他說的話 他唱歌卡OK 可是心中有浩然正氣 久又穿藏過 佛祖心中流 韓國瑜講這種莫名其妙的話 意思是什麼 他真心支持賴世保 像是他就去幫後尤儀站台講的 都很無聊 因為他沒有真心去幫後尤儀 那韓國瑜他現在 他原本是想說 我是這個院長 然後江啟臣副院長 然後再把總召給賴世保 給戰鬥男的時候 整個立院的控制 就在他手上 沒想到中途 會殺出一個傅崑崎 去跟他搶副院長 所以他就用很多籌碼 包含是說不要假投票 不然我就不選院長 下去爭 結果朱立仁加傅崑崎兩個 朱立仁就收手 就說好啦 讓你啦 那就像林桃剛就講的很白了 就是欠人情 所以韓國瑜當場臉色是很難看 他知道說 下一步要再去爭總召 這位置的時候 如果不讓傅崑崎 當然會很難看